另外来看到玉里断层是全台第一个平移断层的槽沟 国立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的助理教授 在18号与县地来报告断层槽沟挖掘的调查结果 是经济部公告的第一类活动断层之一 而县长徐真卫27号一早也来到研究场域 认为这里未来可以创造出地质教育宣导和观光行销 玉里断层是全台第一个平移断层的槽沟 国立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王玉助理教授 6月18号在县地报告断层槽沟挖掘的调查结果 玉里断层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公告的第一类活动断层之一 县长徐真卫6月27号的一早也来到了研究的场域 认为这里未来可以创造出地质教育宣导 以及观光行销 又可以留下我们很多的土地 这块这个地层的轨迹 然后又可以成为观光 还有让孩童能认识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十分适合推动作为地质公园或自然地景的景点 包括全台少数具有平移断层迹象的槽沟 断层铁马、自行车步道等等都极具有教育意义 未来能将玉里镇地质景点串联其他的观光亮点 并结合一年四季的主题式农特产行销活动 期盼能够将断层破坏能量内化升华为 玉里在地的生活韧性以及丰沛活力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